现在民进党取全党之力 在对付徐晓鲜 对付国民党的战将 他的原因不在于查清真相 而在于把你斗筹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花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杀鸡尽喉 这件事情终于发生了 民进党启动了检调系统 全面清查 徐晓鲜 把国民党的女战神 看看能不能在这一次 这一次诈骗案中 让徐晓鲜 保长司法折磨之苦 这一招真的是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徐晓鲜有没有卷入诈骗案 应该肯定的讲 没有 但是他的家人有没有 不知道 但是他家人的亲戚有没有 有 那你徐晓鲜先后讲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的婆家 他先生的妈妈 曾经他用房子去抵押 有2000万给了他的女儿 好 他说这是第一件 那第二件 那当然你贷款以后你要还款 那你还款当然要有利息 对不对 好 他的妈妈跟徐晓鲜调了头春 调了一百多万 就是说他用这一百多万去帮他妈妈 缴所谓的贷款费 他说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徐晓鲜说他家里面 一天大概收入有两万 一天收入两万并不代表说他赚两万 因为他家里是开早餐店的 是在松山区开早餐店 那现在也被税务机关给盯上了 这三件事 台北地减鲜 已经分案调查 就是说第一个 你贷款的2000万 你这2000万的流项 是不是到诈骗公司 那第二个 你一百万是不是涉及到洗钱 或者是赠予还有其他的问题 那你第三个 你一天收入两万 但是不是净赚两万 是收入两万 按照道理 台湾的税务机关是要求你开发票 这三件事情 一旦启动侦查的话 许小新至少要剥去一层皮 那至于其他的所谓的奢侈品等等 那些事件都已经过去 就我得到的很可靠的消息 检察官已经命令相关单位 针对许小新家族的金流 有没有进入到诈骗集团的账户内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针对许小新家族 包含许小新的家族 包含许小新的家人 所有的账户 所有的账户全面清查 所有的账户全面清查 要查到有没有进入到 所谓诈骗账户里面 这个一查是查到了三个家族 徐小新本身的家族 徐小新先生的家族 包含徐小新跟他先生 这个等于是在抄家了 现在已经启动调查 所以我才会说 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杀鸡尽猴 这十二个字 所谓杀鸡尽猴 就是说徐小新 你的小辫子终于被我逮到了 你终于被我逮到了 况且是你自己讲的 各位想想看 一个人犯罪 他都会否认犯刑 哪有一个人那么老实的 公开讲 说我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是心中坦荡荡 但是你要用其他的方式 去伺候他的话 这个是他想不到 这是他 第一个是他想不到 第二个 现在去查他家族 无论是谁 只要一个 有钱到了诈骗账户里面去 请问 纵然不关徐小新的事 但是 请问 徐小新能全程而退吗 正如同 他先生姐姐的老公的 故障 是 是追气要犯 都跟徐小新有关吗 徐小新也没见过他 也根本不认识他 那难不成 都要算徐小新的吗 这个就叫什么 我们有一句术语 这个就叫拉线 拉线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为什么 把不相干的人 跟你连上 纵然你不认识他 你没见过他 你跟他根本没有往来 但是稍微沾上一点清晰关系 他就要你解释 那你怎么解释的清楚 这种事情你要叫他怎么解释 他说那我不认识 跟我就没有关系 但是你拉线的厉害 第一个社会观感 第二个道德观感 那你第三个跟你没有关系 你要证实 这个就是一个著名的笑话 我的爸爸 我要怎么证明 他是我的爸爸 道理一样 他的目的不叫查清真相 他的目的就叫牵线 牵线来斗充 就是社会观感 道德观感 还有洗钱观感 诈骗观感 通通连到你的身上 你受得了吗 你也没参加诈骗集团 你也没跟他往来 你也没钱给他 但是一笔账户是 好比说我是A 他是B 那他是C 我钱给B 那B呢 转到了C 那就查了B的钱 B这个钱就到A的身上 A说我是会给B 但是B会给谁 那我不知道 他就用这种方式 他就说证实这个C的钱 跟你A有关 记述 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杀起警候 现在民进党举全党之力 在对付徐晓星 对付国民党的战将 他的原因不在于查清真相 而在于把你斗凑 你徐晓星过去 你所讲的 你所谈的 你所说的 最重要的 看图说故事的本领 现在民进党就用法律 用这一招来伺候你 纵然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把你斗倒 把你斗凑的目的达到 这个就叫做政治斗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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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